接下來如何保護那個公式跟資料的部分 特別注意關鍵就是在儲存的格式裡面的保護 如果你有鎖定隱藏的話是隱藏公式 所以它這個地方可以保護兩種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這個範圍能夠變更 第一個第二個我希望上面的公式也不要輕易讓人知道 因為我想了很久終於想到這個公式 那我不希望讓人知道 所以盡可能上面可以空白不要出現公式 這樣比較好有時候其實你自己做的事情 有時候裡面可能還是有些機密性的 所以你希望保護第一個資料不能篡改 第二個裡面的公式不要顯示出來 要怎麼做所以兩個部分 第一個選舉的範圍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記得這個格式不是只有這邊 請快看一下這個保護 你想做什麼 第一個是指的是保護資料鎖定 第二個是隱藏 隱藏什麼隱藏公式 OK 所以第一個 這個時候你按確定 它會講說只有當工作表什麼 就必須一定要先把這兩個打勾 但是還沒結束 第二件是你可能要到什麼 教育裡面 保護工作表 它才會生效 所以你這時候按確定 它不會理你 這個時候公式還在 而且還沒保護 怎麼保護 請你切到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表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這邊有密碼 是我比較強烈建議 一定要輸入 因為如果你沒有輸入 假設有的人 就直接按確定 確定有沒有保護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上面的公式 怎麼樣 不見了 第二個如果它要篡改的話 它會怎麼樣 跳出說怎麼樣 這個地方有沒有 已經說要保護了 不過當然我剛剛有做一件事 就取消這個地方 教育裡面我沒有加密碼 所以呢 如果有新人 他如果夠聰明的話 或者是他夠熟 這個功能 他會先切到教育裡面 找到取消保護工作表 那因為我剛剛沒有加任何密碼 所以呢 他會就馬上取消了 OK 那怎麼辦呢 建議保護工作表之後 加上密碼 OK 按確定 再一次 如果你這個時候保護的話 他一樣 他一樣還是不能 不能夠變更 而且你的公式 上面也沒出現 OK 那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比如說 不是本人 他可能知道教育裡面有取消 密碼 但是他應該隨便輸入的話 會出現密碼不符 沒辦法 OK 除非說是你自己本人 你才可以取消 這個時候呢 輸入密碼正確的話 你會發現 你又可以變更了 那只有你自己才可以變更 OK 所以將來 如果你要 希望你某個檔案 給人家來說 不要讓人家輕易變更 而且 而且 也不要讓人家知道 那個裡面的公式怎麼下的話 那記得就是 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按右鍵 出現的格式 記得就是 鎖定是保護資料 隱藏是隱藏公司 你想說 老師那 我可不可以 只要保護不隱藏公司 可以啊 你這個不要打夠就好 啊 同理可證 你想說 老師我不要保護資料 我只要隱藏公司 可以啊 你就怎樣 隱藏就好了嘛 對不對 OK 大概就這樣啦 反正這兩個不是說 同時可一起使用 你可以分開使用 沒有關係 那做完之後 一樣要到保護工作表裡面 去做設定 就可以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假如說只要鎖定 不要保護公司的話 那你一樣嘛 這個時候呢 保護工作表 加密碼 再加一次 你會發現呢 保護呢 有沒有存在 欸存在 可是公式呢 那並沒有隱藏 因為我隱藏沒打勾啦 所以這兩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有時候工作上面 你如果懂得這些技巧的話 還蠻方便的 但是就怕一件事 什麼事呢 取消密碼的時候 連自己都忘了密碼 那就麻煩了 所以 因為怎麼樣把密碼記下來 這件事 我覺得 好像很 其實沒有特別 但是非 有時候關鍵的地方 就非常重要 因為你忘了密碼 你那件事情 就是沒辦法 而且也沒有人會知道 你問我 我也沒辦法幫你啊 因為 這個系統 它其實安全性都還蠻高的 你沒辦法 藉由破解 去把它那個 把密碼去掉 所以很麻煩 記得這個密碼 最好設一組 你自己也不會忘記的 反正就要自己找到一個規則 像我這邊都是設一二三四 上課的密碼 我都一二三四 所以我也不要用別的啦 然後我平常自己的 有一套自己的規則 這規則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然後又不會忘記的規則 那再不然可能 你就是自己在把它 記在某一個地方 偷偷的 你也不要讓別人知道這個規則 也不要設太複雜 不然連自己一定會忘記的 那不是好的方法 另外 有一個方法 其實之前有同學 也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保護了 他忘了密碼 不過 有一招其實可以 可以把它取消掉 他有分享給我 他說 其實如果你這個密碼忘記 那你可以 你 要怎麼把它破解掉 像這個時候有密碼 你沒辦法破解 而且你也忘了密碼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也是 某個同學無意間發現的 就是你把這個檔案 傳到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 就是Google 傳到Google的雲端硬碟 那你傳上去的時候 記得要轉換格式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Google的 Google的雲端 它的雲端有個四算表 它轉換過程當中 因為它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 Google會怎麼樣 會把這個功能拿掉 那你再把這個檔案 下載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那個保護已經消失了 這其實可以 你們等一下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試試看 假設我這個地方 把這個檔案 先存在桌面上 這個檔案 那如果現在是有保護 我把這個範圍 把這個範圍 假設我今天呢 把這個範圍 設定這個 右鍵 這個把它通通把它保護起來 然後加密碼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 我自己也忘了密碼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怎麼打都 不記得了 那你就可以 把它 我先把它 另存一下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桌面上這個 把它蓋過去 那假設通通忘記 你可以藉由什麼 雲端硬碟 不過我不確定 你們是不是熟悉這個 雲端硬碟 然後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不過有一些 技巧 就是說呢 第一個請你設定 齒輪立方 設定一下 把這個打勾 轉換上傳的檔案 因為呢 我們是要藉由轉換的過程 把那個去掉 所以一定要先打勾 打勾之後呢 Excel的格式 才會變成Google的試算表 OK 所以這個打勾 第二個的話呢 你直接在這邊 任何 或者你新增一個資料夾在傳 我是放在我自己的temp 然後呢 按右鍵 上傳檔案 把剛剛的放在桌面上的 那個檔案怎麼樣 這個 延期實數 它傳上去之後呢 原來是一個Excel的檔案 傳上來之後 它會變成 這個Google的試算表 特別說 你可以注意一下齁 如果你有打勾 它會變這樣子 如果沒有打勾 會變成Excel 它不會幫你轉 齁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保護 取消呢 打勾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游標齁 在雲端上 你會發現 點這裡 公司會出現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有沒有保護呢 輸入 Enter 也可以耶 那表示怎麼樣 它的保護已經不見了 我把它還原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你要把原來的檔案齁 再變回來 那你可以怎麼樣 透過Google的試算表裡面 有一個下載成什麼 Excel檔案 那這樣的話呢 丟上去 破解 再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個檔案齁 就等於是整個破解 所以這個 當然Google不是故意要這樣做 只是剛好 它沒有某些功能 那藉由它 咦 這樣就破解了 OK 所以只能破解這個啦 之前有同學說 比如說密碼本身有密 那你 Excel有密碼保護 就是那個檔案有密碼的話 可不可以這樣做 不行 因為 你不是說萬能啦 因為這剛好是 無意之間齁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東西 可以自己再把那個檔案傳上去試試看 那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齁 記得這個地方齁 畫面先還給各位 保護部分 所以保護啊 記得齁 要分兩階段齁 先 按選取範圍 滑鼠右鍵齁 儲存個格式裡面呢 記得保護要打勾 第二個動作就是 教育裡面齁 在 保護工作表 啊記得 我是建議一定要加密碼啦 如果你沒加密碼的話 等於 有保護跟沒保護一樣 因為人家按就取消了 所以 加密碼 如果說你加了密碼之後 你可以把它儲存 如果有 有時間的同學齁 或者你對 你自己本身雲端上面也開著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啊 我覺得雲端還蠻好用的齁 因為基本上 雲端 我經常拿它來備份資料 我覺得安全性 甚至比你的隨身碟 或者是隨身硬碟來的安全太多了齁 那備份是絕對必要啦 不過 像我那個隨身碟齁 已經用壞了好幾個 連那個大廠的也都經常 用壞 可能我用的這個這個 比一般人多啦齁 那隨身硬碟更不用說了 所以當然你可以拿那個雲端硬碟來備份